上回说,说到毛十八跟韦小宝,被海老公捉进了大内。 这海老公告诉毛十八:"你不是想见天地会的陈靖南吗? 我托付你一件事儿,你见了陈靖南之后,你就告诉海老公非常想见他,而且要想领教他,宁雪神抓的功夫。 毛十八不明白海老公的意思,"亲说你真放我走吗?" 他瞧着海老公发愣,海老公真让他走。 毛十八这才拉起韦小宝的手要出去,海老公一看他真要走,海老公可发话了。 我说,"江湖上的亏气你不懂吗? 不留点东西就走。 毛十八明背江湖上的规矩。 心意横牙一咬。 好,你说得对,是我姓毛的粗心大意。 我就断了左手给你。 说得他冲着小太监小柜子身上戴着匕首指的指。 小兄弟,"借我用用吧!" 没想到海老公说话了。 一只左手? 还不够吧。 毛十八的脸马上就铁青了。 ,"好,我再搁下右手给你!" 不错。 两只手。 本来嘛,我还想要你这对招路。 啊! 可惜呀! 你说还没见过陈俊男没了招路,可就见不着了。 怎么着吧? 你自个儿飞了左眼,留下右眼。 毛十八,疼疼望后退了两步,就把魏小宝的手放开了。 左手掌望上一扬,右手掌斜着望下一按摆了个犀牛望月的招指。 心说,"海老公,海老公,你要废了我左眼,再断了我的双手。 我这个残废人活得干什么呀? 不如跟你一死相拼,也就是了。 海老公呢? 连瞧他都不瞧他一眼,不住的咳嗽,越咳嗽越厉害。 到了后来,简直就喘不上气来了。 本来蜡红的脸忽然间涨得痛红。 小柜子在旁边一看,赶紧就问,"公公,再扶一计吧!" 海老公不住的摇头,但是咳嗽仍然不止,咳到后来忍不住的站起来。 拿左手掐住自己的头颅,掐住自己的脖子。 看这样,他的神情是痛苦到了极点。 毛十八先说,"此时不走,更待何时,"他一总算拉住小某的手,往门外就穿。 就在这一刹那儿,海老公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两根手指往桌边一捏,当时就把桌边捏起一个小小的木块来,望出一坛吃。 毛十八呢,正好一大步跨出去。 海老公这个木片正好撞在他右腿的浮吐雪上。 毛十八当时右脚酸软,扑通一下就跪下了,紧跟着吹个钥匙一声响,一个小小的木块弹出去。 毛十八左腿的穴道又被木块击中了。 在海老公咳� Eis或咳嗽声中,和薇小宝一起就滚倒了。 小柜子赶紧过来了。 冠冠,再服半计,不要紧。 ,"啥啥,是不是要一点? 破了陌生的很啊! 是。 小贵子答应一声,伸手在海老公怀中取出药包,转身回到内室,取出一杯酒来,打开药包,伸出小指,用指甲挑了一点儿粉末。 海老公看见了。 哎,太痛。 小贵子急忙,把指甲中的一些粉末放回药包。 眼睛瞧着海老公,海老公点了点头,弯起腰,又大声咳嗽。 突然间,他身在向前一扑,趴在地上,浑身是不住地扭动。 小贵子吓坏了,赶紧过去。 公公,公公,你什么了? 小贵子听明白了,赶紧使足了全身之力,把海老公扶起来,两个人好不容易走进内室。 跟着小宝跟毛十八就听见噗通一声的溅出水的声音。 这一切小宝都看见了。 他悄悄地站起来,逆足迁足走到桌子旁边,伸出小指,一脸叉叉,挑了三下。 这个药粉就倒入酒中。 他还生怕不够,又挑了两指。 然后就把药包折拢了,重新打开拧去药粉中直接挑动过的痕迹。 这时候就听见小贵子在里边说:"公公,您好点了没有? 比你近的时间太长了。 公公,您听见了没有?" 海老公喘了一口气。 啊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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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热! 我的中华头啊! 尾小宝一瞧,小贵子使得那柄匕扫放在桌子上。 这个小宝,胆子也大,也真机灵,当时拿在手中,回到毛十八的身边,就趴在地上。 过了一会儿,水声响动,海老公全身湿淋淋的,由小贵子扶着,从内房里轻轻地走出来,仍然不住地咳嗽。 小贵子拿起酒杯,送到海老公的嘴边。 咕咕咕! 咕咕! 咕咕! 啊! 啊! 咕咕! 咕咕! 海老公摆了白手,小宝的心疼一下,就从,嗓子要要蹦出来啊! 小贵子单一声又把酒杯放在桌子上,把药包包好,放在海老公的怀中。 可是海老公跟着又大声咳嗽起来。 呆了一会儿,海老公实在忍不住了。 指了指酒杯,小贵子端起酒杯来,送到他的嘴边。 这一回海老公是一口喝干了。 毛十八也全都看见了。 他沉不出气,啊! 他一啊这一声,海老公赶紧就问。 你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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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如果想活着出去。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,山东省人民政府医院采用名贵中药,结合现代生物工程基因技术, 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,取得重大成功。 通过治疗,能使胰岛组织恢复正常的分泌功能,达到平稳自然降糖不反弹的目的。 一般五至八天,三多一少症状明显改善,二至三个疗程康复。 地址,济南市省府前街78号省政府医院四楼,电话0531-609-8856,609-8856。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,山东省人民政府医院采用名贵中药, 结合现代生物工程基因技术,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,取得重大成功。 通过治疗,能使患者胰岛组织恢复正常的分泌功能,达到平稳自然降糖不反弹的目的。 一般五到八天,三多一少症状明显改善,两到三个疗程康复。 地址,济南市省府前街78号省政府医院四楼,电话0531-609-8856,609-8856。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,山东省人民政府医院采用名贵中药,结合现代生物工程基因技术,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,取得重大成功。 通过治疗,能使胰岛组织恢复正常的分泌功能,达到平稳自然降糖不反弹的目的。 一般五至八天,三多一少症状明显改善,二至三个疗程康复。 地址,济南市省府前街78号省政府医院四楼,电话0531-609-8856,609-8856。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,山东省人民政府医院采用名贵中药,结合现代生物工程基因技术,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,取得重大成功。 通过治疗,能使患者胰岛组织恢复正常的分泌功能,达到平稳自然降糖不反弹的目的。 一般五到八天,三多一少症状明显改善,两到三个疗程康复。 地址,济南市省府前街78号省政府医院四楼,电话0531-609-8856,609-8856。 突然间他说到这儿嘎巴一声响,椅子倒了,他身子向桌子上一啪,这一下福利太大了,嘎啪,嘎啪。 两声响,桌子也塌了,连人带桌子,向前就倒下来了。 小贵子不知道怎么回事,大吃一惊,哼哼,哼哼,浅过去。 他的背心呢,正好对着毛十八跟韦小宝。 韦小宝轻轻地望起一跃,拿着匕首冲着小贵子的背心猛着望前那么一戳。 哼! 就听小贵子嘀嘀地哼了一声,立刻就死在韦小宝的匕首之下。 海老公呢? 他在地下来回地扭动。 魏小宝提起匕首对准了海老公的背心,刚就望下一戳。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,海老公突然抬起头来了。 小,小贵,这药不对啊。 魏小宝吓得魂飞天外,魄散九霄,这匕首可就不敢戳下去了。 海老公转过身来,一伸手,砰的一下,抓住了魏小宝的左腕。 《雅客人,刚才他又没错了》。 魏小宝只好喊喊呼呼地回答。 魏,没能错,没能错。 他这左手被海老公一抓,就好像一道铁钩给钩住了,奇痛入骨。 吓得他抓着毕首的右手,就转过去了。 海老公哆啦哆嗦地说。 快,快,点,点亮了,黑漆漆一团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呢。 魏小宝非常奇怪。 蜡烛明明点的为什么他说黑漆漆一团。 难道他眼睛瞎了吗? 没有,蜡烛明明,公公,公公,你没瞧见吗,蜡烛明明。 他跟小贵子虽然都是孩子的口音,可是小贵子说话是奇人的关掐。 一时半会儿是学不会的,只好含混乎乎地回答,只盼着海老公发觉不出来。 海老公仍然在叫。 我…… 瞧不见哪,谁说点了蜡烛,快点哪。 说着放开了魏小宝的手腕。 魏小宝只好答应着急忙走开,快步走在安在墙壁上的烛台的旁边。 伸手拨动烛台的铜环发出叮当之声。 叮着了? 什么? 我说八道? 为什么足量啊? 他这句话还没说完呢,伸着一阵扭动,仰天扑通就摔倒了。 魏小宝赶紧冲毛十八急忙打了个手势。 没意思你快跑。 毛十八呢,向他招手,让他一块儿跑。 魏小宝转身走到门口,突然间就听海老公说。 小,小鬼子,小鬼子你。 魏小宝赶紧回来了。 我何在这儿呢? 可这左手冲着毛十八,连连的挥手,没意思你先逃走。 我得想办法稳住这个海老公。 毛十八,挣扎得起来,可是气不来了。 他的两条腿的穴道被海老公给封住了。 伸手自己推拿腰间和腿上的穴道,使了半天紧,一点动静都没有。 心说:"我两条腿没法动,只好望出爬吧。 哎呀,小宝怎么办?" 道这时候毛十八只好一横心,心说这还在轨迹里了。 一个小孩家旁人也不会多注意。 他要是脱身,要比我容易得多,倘若跟我在一块儿,遇上敌人,反而牵连了他。 这时候毛十八就冲小宝挥了挥手,伸手扶着地,慢慢慢慢地望出爬。 海老公的声音之声是一阵轻一阵响。 尾小宝不敢走,生怕他发现小柜子已经死了,声张起来。 手上人一补我,给我抓住了,自己跟毛十八两个人全都跑不了,都得死了。 心说:"这回的祸事可是我尾小宝惹出来的。 毛大哥双腿不能走,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爬出去。 我呀,在这儿多挨一刻就是一刻呀。 只要这个海老龟发现不出来我是冒牌的小柜子,那就没事儿了。 这个老乌龟病得神志不清啊,等着呼过去,我一刀杀了他,我尾小宝也能逃走了。 过了一会儿,忽然间听见远处传来。 嘀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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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嘀。 这是打羹的声音。 这时话儿已交出谷了。 尾小宝一看,烛光闪耀忽然间一亮。 左手的蜡烛点到镜头眼开要灭了。 他再瞧小柜子尸身,传成了一团,小宝可害怕了。 小宝万万一看,四百鸭雀无声,信说这人是我杀的,他要变成了鬼,会不会找我尾小宝所命啊。 又撞了撞胆子。 对,等到天光一亮,我可就难以脱身了,我得借着机会,等到半夜了逃走啊。 可是这海老公呢,就是不昏迷。 他的声音之声一直不绝。 尾小宝胆子再大,他也不敢拿起匕首来。 把海老公给扎死了。 他知道,这个老红龟的武功实在太厉害了。 只要我的刀尖碰到他的皮肤,他立刻知道。 打我一掌,我的脑将非得累了不可。 又过了一会儿,另外一支蜡烛也灭了。 整个一点亮光都没有了。 在黑暗之中,尾小宝想到一伸手就能摸住小柜子的尸身。 小宝是越想越害怕,只盼着自己尽早地逃出去。 可是小宝身子刚刚动一点儿,给海老公就说话。 刚刚动一点儿,给海老公就叫。 小柜子,你在这儿吗? 尾小宝只好答应,我在这儿。 就这样过了有大半个时辰。 尾小宝捏手捏脚走到门的旁边。 没想到海老公突然说话了。 尾小宝只好走进内室。 这是他从来没到过的地方,刚一进门。 走着两步,砰的一下儿,给磕膝盖就撞到了桌子脚上。 海老公在外边就问:"小柜子,你在这儿吗呢? 没什么。 小宝顺手去摸,在桌子上摸到了火石火链,打着了火,点着了纸梅子,见桌上放着十几根蜡烛,赶紧点燃了一根儿,就插上了烛台。 他一看,在这个屋中放着一张大床,一张小床。 尾小宝猜着可能是海老公跟小柜子睡觉的地方。 这个屋里有几只箱子,还有一张桌子,有一个柜。 从此之外,就没有什么东西了。 在东边放着一口水缸,显得非常土,地下仅是一大片水。 小宝就观察,什么地方我能爬出去,什么地方我能跑呢? 他看窗户。 这窗子我能不能推开跑出去呢? 他正在这儿观察呢,海老公在外边又叫声了。 你为什么还不消遍呢? 海老公说,他怎么老不停地叫我呀。 莫非说他听着我的声音不对? 他起了疑心,否则的话,我大便不大便,小便不小便,关他屁事。 是。 他大便一声,有大小床底下,摸出便壶来,一边小便,一边观察窗户。 这个窗户关得非常严,每一道窗户份儿都用棉花纸糊得很整齐、很严实。 为小宝心说,可能是海老公咳嗽得厉害,生怕受寒,怎么连一点冷风都不让进来。 倘若我要使劲打开这窗户,海老公一定听得到。 嗯,可能是我还没跳出去,他已然把我捉住了。 小宝在屋中报酬打量,想找个脱身的地方,但是连个猫洞狗洞也没一个。 躺着从外面逃走,海老公一定能够发觉。 他突然间眼睛一瞥,看见小贵的床上,放着一身新衣上。 小宝心中一动,赶紧把自己身上衣服脱下来,就把新衣服披在身上了。 这时候海老公在外边又叫声了。 小贵子,你在干什么? 来了来了。 为小宝一边扣着扣子,一边望出走。 把小贵子的帽子拾起来,戴在自己的头上。 啊,蜡烛熄了,我再去点一支。 他回到内屋取了两根蜡烛,出雷点着了。 海老公叹了一口气。 啊,你当真点走了蜡烛。 是啊,难道你没瞧见吗? 海老公半天不说话,跟着又咳嗽了几声。 我明知道这一钥匙不能多吃啊。 只吃咳嗽,吃咳嗽,吃咳嗽。 虽然每天只吃一点点儿啊,可是日积月累下来,独行太重了。 我终于,终于,我的眼睛受了脑抑瓶。 魏小宝一听,心中可以宽啊。 老家伙不知道,我在酒中给他加了药粉。 还以为服药服的日子多了,积攒下来,才发揍了,眼睛才看不见。 小贵子,哎,平日过我带你怎么样啊? 魏小宝根本一点儿也不知道海老公平时对着小贵子怎么样。 只好说,很好的很。 嗯? 嗯? 公公闲瞎,眼睛瞎了。 这世上就只有你一个人照顾我了。 你会不会离开公公,补不了了? 我,我,我当然不会。 这话真不真啊。 公公,半点儿不讲,半点儿不讲。 小宝回答的是一点儿不犹豫啊。 而且语气很诚恳。 海老公很感动。 接着,小宝又说。 公公,您没人相陪,都会我不陪您谁来陪您。 我瞧你的眼病,过几天就会好的,您不用担心。 哎,好不了了,好不了了。 小贵子,那姓毛的,逃走了吧。 是。 是逃走了。 那么他带的那个小孩子,是不是你给杀了? 哎呦! 问小宝的心,碰碰碰的乱跳。 是,是我给杀了,那是什么怎么办呢? 海老公稍微沉印了一下。 咱们物中杀了人,给人知道了,查起来可啰嗦得很啊。 去把那药箱儿拿来。 哎。 尾小宝走进那时不见药箱,拉开柜子的抽屉,一支一支的找。 海老公突然间生气了。 你在干什么啊? 谁叫你弄开抽屉。 尾小宝吓了一跳,亲说,原来这几个抽屉不能随便弄开啊。 我找药箱儿呢,不知道放在哪儿了。 胡说八道。 药箱放在哪儿里,都不知道吗? 公公,我杀了人心里害怕。 公公,你瞎了眼就和我糊涂了。 说到这儿,尾小宝真的哇的一声,就哭出来了。 他不知道药箱在哪儿。 他是怕,他要怕这件事儿露出来马脚,他说哭是真哭,哭得可不假呀。 海老公叹了一口气。 哎,这孩子,这孩子,啊,尾小宝心说这海老公是不要杀我呀。 到底小宝性命如何,下回再说。